提到黄克诚,大家多半不陌生。他被称为高度近视的千里眼共产党人的楷模,曾被毛主席三次点将,无论功绩还是威望都十分不俗。1980年,他意外得知友上将公款吃喝,当即要求彻查到底,哪怕是自己的老部下也绝不姑息。当得知对方还有些委屈,他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。 你现在官大了,老虎屁股摸不得了。黄克诚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?公款风波如何引起,又是如何收场的呢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02年,黄克诚出生于湖南永兴。他家中贫苦,父母在地里一年忙到头,收场好的时候也就勉强够一家人饱腹。 稍稍遇到些自然灾害,收场不好,就只能依靠借债度日了。 黄克诚六岁那年,